圣老的话让龙威感到震惊 兵杰转世之身 转世之宝 小梅的来历竟然如此不凡 这也意味着 小梅曾经达到过巅峰 看过道尊久经的风光 他毅然选择兵杰转世 所图之大 以远超寻常道尊 就算是那些圣地老祖和小梅相比 都远远不如 龙威很是好奇 小梅在兵杰转世之前 到底是什么身份 或许这个秘密 只有等小梅得到转世之宝后 才能知晓 龙威有些奇怪 林长老既然得到了小梅的转世之宝 为何不把转世之宝给他 圣老呵呵笑了起来 自然是为了弃语 其中的道理很深 如果说那个小姑娘兵杰转世 所图的是大道径 那么这位林长老 所图的远不止大道径 他的目标怕是无比的大 总之 你不能让他死 至少不能死在龙族里 兵杰转世之人生死的地方 会化作无比恐怖的诅咒 我们龙族会遭受大难 龙威十分相信圣老的话 小梅明白了 我会保护好小梅姑娘的 他话风转变 圣老 您的伤真的没办法治吗 圣老道 当然有办法治 只是很难罢了 但我有感觉 这次或许是个机会 机会就在祖地里 若是错过了七百九十这一次 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 龙威道 我会尽快开启祖地 希望您的伤能恢复过来 圣老笑道 不急 我这残躯 再拖上几千年都是这个样子 林墨宇坐在院子里 慢悠悠地喝着茶 悠然自得 小梅在一旁坐着修炼 小梅此时距离真神镜只有半步 提升速度有些快 小梅还需要一点时间适应 林墨宇忽然感觉到了什么 双眼微微一眯 眼中出现大量雾气 他看向天际 那里龙族气韵升腾化足雾气 在龙神城上空奔腾 林墨宇眼中的雾气越发浓重 他眼中的龙族气韵发生变化 气韵之中浮现一头神龙 神龙虚幻无形 似乎正在看着自己 四目隔空相望 果然 还是被发现了 在林墨宇看向神龙的那一刻 密地之中的圣牢也睁开了眼睛 看向天穷 低沉的声音响起 林墨宇收回目光 发出一声轻笑 原来龙族之中 竟然还隐藏着一尊伟大道径的神龙 龙族隐藏还真深啊 难怪龙伟敢说 只要枯荣上人不动手 他们就不会害怕 所依仗的 恐怕不是什么目的里的先贤英灵 而是这头伟大道径的神龙 只是这头神龙 似乎出了点问题 林墨宇并没有去深究 对方并没有什么敌意 而且他现在也是龙族的外姓长老 说起来也是半个自己人 或许有缘 可以再见 林墨宇喝着茶 一心多用 大部分心神都陷入修炼状态 第六十一枚道文即将完成 答应成为外姓长老 炼化掉龙铃之后 林墨宇感觉到自己的气韵再度增强了一截 有一部分龙族气韵加持在了自己身上 让自己对大道的领悟急剧提升了一波 从而让道文的凝聚速度急剧提升了一波 林墨宇知道自己找对了路 他充分利用自己一心多用的优势 同时领悟着四条大道 所有领悟出来的成果都用来凝聚道文 现在第六十一枚道文已经凝聚了大半 而且按这个速度 在这两日间就能完全凝聚出来 真正的大头还是在小梅身上 这还只是龙族的些许气韵 只能算是小儿科 如果小梅得到转世之宝 小梅的气韵会强得离谱 仅是小梅一人的气韵就能媲美整个龙族 99.97% 若到时小梅还愿意认自己这个老师 那么小梅的大量气韵就会让自己共享 那才是真正的大头 不像龙族需要有那么多人一起分享 自己能得到的气韵并不多 林墨宇确实有些期待 他虽然有私心 但对小梅来说并没有什么坏处 至于结果如何 也只能看小梅 两日后 第六十一枚道文彻底成型 林墨宇开始凝聚第六十二枚道文 现在已经用了五十枚道文 还有十一枚道文处于空闲状态 林墨宇并没有动用 这些道文的用途他已经想清楚 只等着一个契机 来到龙神城的第三日 小梅从修炼中苏醒过来 他适应了暴增的力量 到了这个境界 已经可以不再依靠吃食过日 光是吸住天地间的本源之力 就足以让他生存下来 不过小梅表示 他还是喜欢吃东西 光喝西北风虽然也能活 但没意思 这一日 龙威组长亲自过来 邀请林墨宇前往祖地 经过三日准备 祖地的开启准备 已经完全就绪 随时可以开启 龙威亲自过来邀请 很是给林墨宇面子 跟着龙威来到龙神城的中心 在一处精美的宫殿里 龙威开启了传送阵 前往祖地 需要通过这座传送阵 祖地的具体位置 除了龙威本人 谁都不知道 如此一来 哪怕龙族被灭了 只要提前破坏传送阵 就无人能找到祖地的方位 只要祖地还在 那么龙族就还有恢复的希望 不会真正的灭族 这些秘密 外人都不知道 佛族更不可能知道 就算佛族真的灭了龙族 就算没有安塔瑞斯的存在 佛族也别想得到龙族的全部契遇 从一开始 三生佛族的计划 就注定不会成功 传送阵发动 林墨宇经历了一场 并不算短的传送 空间变换间 林墨宇感觉自己 来到了另一重空间里 凭借着自己的空间大道 林墨宇能感觉到 自己经历的传送距离并不短 而且 其中至少有四重空间相隔 他们的传送 看似是一次性完成 其实中转了整整四次 也是因为四次中转 所以无法具体判断出准确距离 龙族的祖地 比起妖族的几处祖地 更加隐秘 荒蛮的气息扑面而来 林墨宇眉头微皱 这股气息 它似曾相识 在小世界里 它曾经进过荒须之地 荒须之地里 有着大量荒兽 当时它感受到的气息 就和眼前极为类似 小世界的荒须之地 来自大世界的荒兽族 荒兽族在之后 被它亲手灭绝 没想到 在这里又感受到了 类似的气息 龙威清脆的声音传来 是不是感觉这里的气息 很特殊 林墨宇微微点头 确实很不一样 龙威道 这里不同于本源大陆 规则也与本源大陆有所区别 林长老请跟我来 其余几位长老已经到了 走了片刻 林墨宇见到了龙族的长老们 他们此时演化出本体 在空中盘旋 这些神龙都是龙族的长老们 每一个都是道尊七境之上 足有百人之多 龙族中强者很多 这里并非全部 像敖落这样道尊九境的大长老 数量就要少得多 仅有十余位 这些长老画出本体 在空中盘旋 组成了一座特殊的阵法 龙威解释道 每次开启祖地 都需要庞大的力量 还有大量珍稀材料 林墨宇点点头 他已经看到 在长老们组成的阵法中心 漂浮着大量材料 这些材料各种属性都有 不只是五行 几乎可以想到的属性 在这里都能找到相应的材料 不只是属性权 而且每一件都达到了 道尊七境之上 随便一件拿出去 都能卖上大价钱 都是用来炼气的佳品 所有材料 都在容析中融化 化作一团团液体 互相开始融合 有些属性的材料并不相融 可是神龙们组成的这座阵法 有着强烈的压制作用 所有属性被强行组合到一起 材料 若是有炼气师在这里 绝对会悲痛大叫 这样做简直就是暴殲天物 白白浪费了这么多好龙族 并不管这些 他们强行把材料组合到一起 组成了一团 有着无穷色彩的液体 随后几十位长老合力 操纵这团液体 向前飞去 林墨宇观察着龙族 开启祖地的方法 这种方法他看不懂 应该是龙族特有的秘法 不过他意识到 就算有人到了这里 若是不知道方法 估计也很难开启祖地 一重重的障碍 似乎都是为了保护祖地 林墨宇同时注意到 在场的众位长老中 有一位极为特别 他站在几位大长老的中间 同样化作人形 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林墨宇还是认出了他 前几天曾经见过 当时两人是隔空而望 现在才算是正式会面 看到他的同时 林墨宇确定了自己的判断 对方确实受了伤 并且伤得不轻 意识一动 亡灵之眼开启 林墨宇看到了他的灵魂 灵魂火焰剧烈跳动着 他的灵魂火焰十分庞大 超过了道尊 确定是伟大道尽无疑 只是灵魂火焰有着大量缺失 灵魂受了重疮 光看缺口 损伤几乎达到三分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能保持清醒 已经是难能可贵 难怪 这种状态下 他就算能保持清醒 实力也会严重受损 如果勉强出手的话 会让灵魂的伤势 变得更加严重 龙族不到最后的危难时刻 他是肯定不会动的 林墨宇看着灵魂火焰 眼睛微微眯起 他发现 对方的灵魂火焰 正在以一种极慢的速度崩塌 速度虽然极慢 但崩塌的趋势没有变 只要无法逆转 再过万余年 他就会死 灵魂之伤很难治 如果伤得轻 还能有办法 如果伤得重 那就头疼了 就算三组这种大道径 也是无奈 而自己 恰好有治疗他的方法 灵魂对大道径没用 可对伟大道径 多多少少还有点作用 质量不够数量来凑 大不了多用一些 总能治好 但是 林墨宇并不会主动去说 凡事都要有缘由 这样才能算清因果 因果一道太过麻烦 林墨宇从大世界的身上学会了 不能轻易沾染因果 否则必然会有大麻烦 各种虚幻大道中 也属因果大道 最为神秘莫测 随着龙威走过去 龙威为林墨宇介绍道 这几位林长老 想必都已认识 这位是龙胜大长老 林长老应该还是首次见 林墨宇微微一笑 林墨宇见过龙胜大长老 龙胜也朝着林墨宇微微行礼 龙胜见过林长老 林长老已是我族外姓长老 我们算是同族 就不必这么见外 直接叫我龙胜即可 龙胜对林墨宇的态度 很是客气 一点也没有伟大道尽的高傲模样 林墨宇自然不会客气 确实 算是同族 确实不必太过见外 天空中忽然霞光万丈 长老们带着由各种 珍奇材料锁链的液体 来到了一处虚空 阵法对材料的压制突然消失 接着这团材料里的属性力量 全面爆发 各种力量互相冲突 形成强烈爆炸 好漂亮啊 小梅看着爆炸 就如同在看一场绚烂无比的烟花秀 爆炸一场接着一场 持续不断 绽放出万般色彩 让人着迷 其中各种各样属性之力 如百花齐放般在空中击射 空间扭曲破碎 随之出现了一层空间屏障 这层空间屏障 吸收了爆炸中的力量 上面显露出无数神符 意外 龙族历史悠久 在史前的时候就已经存在 所以在龙族祖地里看到神符 林墨宇一点也不 龙威解释道 这座屏幕被称龙神壁 是由龙神当年亲手炼制 没有正确的方法 就打不开龙神壁 也就进不了祖地 这时龙圣大长老补充道 就算是大道径 也很难强行打破龙神壁 林墨宇惊叹道 龙神确实好手段 用神符组成阵法 不同神符 又需要不同属性的力量激活 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 确实无法开启 龙圣眼睛一亮 林长老知道神符 林墨宇微微点头 曾经见过 龙圣继续问道 林长老对神符有何看法 林墨宇道 林某浅见 神符应是蕴含了 气阵与符文的各种奥妙 在那个时代里 光是利用神符 就可以完美布置阵法 而不需要如今 需要符文气阵互相组合才行 龙圣笑道 林长老天纵奇才 这个问题 不知困扰别人多少年 却被林长老一语道破 既然林长老对神符有所研究 老夫有件事 想麻烦林长老 这件事 或许会有一些危险 林长老可以拒绝 可若是完成了 对林长老绝对有大好处 林墨宇看着这位受了重伤的伟大道径神龙 眼睛微微一眯 您说说说看 龙圣道 不急 此事等林长老进入祖地 沐浴祖雪之后 老夫再与林长老细说 林墨宇听出了他话中的意思 其实并不是不急 而是现在不方便 这件事 可能这些长老都没资格知道 林墨宇顺应着他的话 好 倒是您再与我说 说话间 龙神壁上所有神符都亮了起来 伴随着一阵轰鸣 龙神壁上出现了一个巨大入口 龙威道 可以进去了 林长老请 林长老